大家好,天气这么热,令人没胃口吃东西。 不想吃肉或太油的菜, 所以我今天买了几条温室青瓜,来做冷盘。 开胃,酸酸辣辣的酱汁, 爽脆清新的青瓜,加上吸汁的云耳, 令人胃口大开。 原本不是很喜欢吃冷盘的家人, 吃完一口之后摘一口, 不知不觉整盘凉拌青瓜云耳差不多给他吃光。 如果你想知道几乎几乎容易做的话, 欢迎你继续看下去。 在看片之前,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潮妈教主这个频道, 和开启小铃铛,以后有新片你就不会错歌了。 这些就是所需要的材料。 还有详细的食谱给大家参考下。 首先要处理云耳,因为云耳需要时间浸。 云耳用水洗一下,再用水浸20分钟。 云耳雪耳通常不能浸太久, 不然受污染就会产生毒素了。 最严重是可以致命的。 所以大家现在这么热的天气, 就不要浸云耳浸太久了。 浸到云耳软身发起了, 这样就可以倒走点水。 如果你想干净点, 可以用粟粉搓洗一下。 再用水洗脱点湿。 再用水洗脱油脏。 下面的底有些硬位, 可以用大剪剪走。 然后煮滚点水 加均匀下去 大火煮它五分钟 捞起备用 今次我用到的是温室青瓜 其实你用一般长的青瓜都无所谓 青瓜用水洗一洗 如果你怕它表面骚髒的话 可以再用粟粉搓洗一下 再用水沖走粟粉洗干净 最后我会用冬滚水再沖一沖表面 用厨房纸抹干 切走头尾 这个时候你可以直接把它切开做四条 或者像我一样 在它表面浅浅地切四刀 再用厨房纸盖住它 用硬物打一打青瓜 这样比起你用刀直接去拍青瓜 它就会平均一些 不需要完全去拍都可以 看你自己个人的喜好 将青瓜切小块 之后我会刷青 即将它的草腥味去走 通常人们会用糖或者盐去腌 那我今次就用糖去腌 因为用糖的话腌完之后不会太咸 亦都可以令到一阵的醋味 没有太酸 腌完之后倒走多元的水 可以不需要再沖水 芫荽、辣椒和蒜头用水洗净 芫荽和辣椒我会再用凉滚水 沖一沖表面 芫荽我会把它切小段 如果你喜欢的话都可以把它切碎 辣椒切圈 蒜头撕走芫荽之后 把它切碎 我们就用一个大碗 放些青瓜、芫荽和蒜蓉 进去 加醋 大家通常会用陈醋 但因为我家里没有陈醋 刚好我之前煮猪脚姜 又剩下黑糯米醋 就顺便用黑糯米醋来做 再加些豉油 我不想它太咸 所以我就用了蒸鱼豉油 再加上潮州辣椒油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样子非常漂亮 但未吃得住 我想它入味点 所以我会包保鲜膜 放入冰箱 冰箱 冰箱两个小时 让它入味 两个小时 可以拿出来 再加上芫荽和辣椒 做装饰 酸辣开胃的凉拌青瓜芫荽 就完成了 不要看它好像大大盆 其实很快便会吃完 因为真的很开胃 很好吃 有机会的话 大家可以在这个热辣辣的夏天 试下做这个腩盘 喜欢这段影片的话 欢迎大家按赞、留言和分享